根據統計的台灣大部分的治療是可靜靠 國產的比率只剩百分之二 為了要提升本土治療的供應 農林素供給新的補助的出示 之前農委會副主委陳俊志 也特別有減水學家頂頂的三大使者 並且照開會議 國內的使用量大概是400萬公噸的部分 但是我們在台灣自己國產的部分 大概只有8.8萬噸 所以我們是希望可以提高相關的產量 以往我們要申報這個硬脂玉米的種子 或是青哥硬米的種子 是屬於我們的這個基期年的朋友 才可以來做申報 那現在呢為了要擴大面積 所以來開放我們非基期年的這些農地 那包括了我們特定農業區 以及我們一般農業區的農牧用地 都可以來做這個補申報的部分 農國這次受到新冠狀 以前也會有俄屋政經的影響 未來環北進口有強行是無三穩定 因此農委會將新年 採掛到達至煩賣 積作的中立金的環圍放鬆 不合幾幾年的農地 也可以來申請補助 針對硬脂玉米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對地綠色環境給付的獎勵金呢 一公頃呢 是一般的農友是6萬塊 那如果是大專業農的話呢 它一公頃是7萬塊錢 那這是我們對地綠色環境給付的獎勵金 那另外呢 在我們的硬脂玉米的收購的部分呢 現在也有保價收購 一公頃呢 是6噸 這個保價收購 那每這個 每公斤是9塊錢 另外 目前吃了 環北有保隔收工 1公斤是9塊 還是吃的超過9塊 趕快會全部會幾乎農民 監製農會表示 當這環北的申報的時間是6月1日到7月31日 千塊環北的時間是6月15日到7月15日 這有意願的榮友包含時間到有公訴申報 安靜新聞為第一鹹水財鳳報道